好啦 那我們又回來講完4階啦 之前講了5階 當然也講完4階啦 首先先認識一下 他們有什麼分別的呢? 其實差不多樣子的 但是我們說4階會沒有中間的十字位 其實做法上我們那個步驟過程呢 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只不過是有些少的問題會產生了 那我們之後就逐一去解決啦 那也是的啦 我們呢就採用降階法啦 就是最後的話呢 最後我們做到呢 它是呃... 剩下... 旁邊我們這樣扭這樣扭這樣扭的話呢 就是不要拆散中間啦 那它就如同三階呢 如同三階的玩法這樣去扭的 那所以呢 最好大家就先看了三階看了五階 學會了 然後再玩四階呢 那就會容易一點去理解的 那先不要說太多了 我們先打散它吧 那現在就扭亂了它 那我們來看看吧 那我做法都是基本上一樣的 我們都是當是找回叫做黃色去做我們的第一面吧 那平常這樣說我們這裡有一顆黃色啦 那這裡也有一顆黃色的啦 那既然是敢不由地這裡扭一扭它呢 那我對上來 那就黏了 黏了OK的啦 我們看看有沒有第二個黃色去到黏了 那這裡是黃色的 那這裡是黃色的 那我們可以去到避開它啦 那你見到這裡是左上方的 就是中間的四顆來說 這個左上方這個右上方 那我對上去呢 那它就在上面一條 那就對了 那但是呢 你會發現為什麼後面拆散了呢 因為這裡有一條的嘛 那你不要緊的 那你上去扭一扭就下來 那然後這裡呢 我們就拆散它啦 那兩條黃色的對馬一起呢 它裡面有四格的啦 那來到說我們會做黃色的對面呢 那這裡開始有點小問題了 到底黃色的對面是什麼色呢 那如果你熟悉的話呢 那一般來說呢 那黃色的對面應該是白色的 那當然啦 那當然啦 就不太順受我 因為為什麼呢 你手拿的那個扭的色呢 那個配色可能不同的 那所以你要留意一下 你最好呢 就是扭散之前呢 你要觀察一下那個扭的顏色 那個顏色的排位是怎樣的 那我這個為例 那它的黃色對面會是白色來的 那既然黃色對面是白色來說呢 那我們當然要先做它的白色 因為這裏有兩棟 不是這裏一條 一條堆上去 那就可以反轉 那就可以落回來 是不是 那 那白色就在上面 不是白色就在上面了 跟著我們就 那這裏有一顆 比如這樣說 我們這裏 如果我們折一折它 那這一顆在左下 那這一顆在右下 那堆上來的時候 兩顆黏了 那黏了 我們折一折它 折一折它 在這邊又拉下去 那意思 其實跟我們做五階的還原中心 的做法 基本上是一樣的 都是這樣做的 那 那 同樣地 我們為什麼先做了對面 因為做了對面 我們做中間的四面的時候 可以這樣扭 這樣扭就不會 對面 這樣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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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是扭在下面 這樣的話 黃和白 中間做好一點 就不會拆散的 所以我們就有這樣的好處 那 那 不要說那麼多了 我們做中間先 中間我們隨便做一隻 色先 比如這裡紅色搞定了 這裡紅色兩顆 那不如這樣 拆散它 因為它在同一個面 但它又不是一條直線 這樣扭散它 如果這裡 在右上 我們這裡 是不是扭到左上的位置 那它一拉下來 就會貼貼伏伏 轉它過來這邊 紅色 這裡 這裡 就扭在一起 紅色就搞定了 所以這樣來看 但是呢 我們又發覺 三個面 也是中間 被我們搞定了 但是出事了 我們都不知道 旁邊是什麼顏色 當然啦 我知道的是綠色 但是呢 為什麼呢 當然啦 因為我一開始 已經是認清楚它的顏色 如果你說 做到半邊 的時候才發現 忘記了那些顏色 怎麼放在位置 那怎麼辦呢 不要緊 有方法去做 為什麼呢 我們會有一個角塊的物體 我們用一個角去看位置 就可以了 例如這樣說 這裡叫黃色 這裡紅色 這隻角呢 又有黃又有紅 如果 例如這樣說 我把它放進去 大家看到嗎 黃色黏黃色 因為它最終這個面 整塊面來看 應該是黃色的 這面 我們整塊 它最終還原了 它就會是紅色的 所以 這隻角 是不是透露給我們聽 最終還原了這一面 應該是綠色的 我們用這隻角去找回 我們那個顏色的布置 是怎樣的 那也就是說 紅色的這邊 應該是綠色的 因為這個綠色 綠色對綠色 那也就是說 我們要找綠色 這裡有一條綠色 那麼 對它過來 那但是 紅色我們搞定了 你這樣對上來 就散了 散了不要緊 我們把綠色轉開它 轉開它在右邊 然後左邊就下來了 下來了 好嗎 我們把綠色還原 綠色對上來了 那我們把綠色對上來 我們把綠色對上來 這一顆單丁在左上 這裡 不如把綠色對上去 這樣的話 上來 兩顆在上面 轉過來 下回去 紅色綠色 都是搞定左的 是嗎 那我們看看 這邊是什麼呢 其實 我們紅色對面是橙色的 綠色對面是藍色的 那這個應該是橙色的 那同樣地 如果你說搞不清楚顏色的布置 那我們嘗試去找角 比如這樣說 我們會發覺 這裡有一顆黃色呢 黃色對黃色 這隻角 那我們會發覺 這裡就是 如果這邊是橙色 這邊就是藍色 對不對 因為紅色和綠色都被我們搞定了 剩下兩面 就一定是這兩面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會選擇 將這隻角 就是最後 它應該是處於這個位置 那就是說 這裡橙 這裡藍 對不對 那就是應該這一面是橙 那不要說那麼多 我們把這個橙 就不如拉它下來 對不對 拉它過來的時候 我們就 轉斜它 轉斜它 因為上面這一顆 在右上角 所以我們呢 我們發覺 如果這樣轉 這一顆會單釘在左下角 如果這樣 這樣放 這一顆在左上角 那我們就順勢 拿這個位置 對上去 是不是 這樣呢 就不小心 不是不小心 就故意做了 這個橙色的這一條 那這樣就繼續了 那我們這裡橙色一條 這裡橙色一條 那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這個呢 你不可以就這樣 對上角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說後面 綠色啊 紅色那些呢 做好了 被你退散了 那就不行了 那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呢 就會這樣做的 我們選擇把這個橙色 就放在這邊 然後 接上那個不關事的藍色 就回到頂層 那我們就會發覺 我們這裡呢 就是紅、綠、橙、藍 旁邊的黃色、白色 六個中心的面 都被我們KO了 那繼續去到做的呢 繼續去到做的呢 我們是做什麼呢 我們 嗯 跟我們做五階的狀態呢 是差不多的 都是呢 還原了中心之後 我們就還原一些邊 組一些邊 叫做變了同一隻色 那就做的了 方法也是一樣的 如果大家有看上一條影片的話 都會知道的了 譬如這樣說 這裡是紅黃 不是 紅白 這裡也是紅白的了 那如果我再放進去 在中間的面子都散了 不要緊 這裡適合了 那我先放進去 隨便拿一棟垃圾的物體 拿回來 拿回來的話 反正它都是亂的 那你就把中間的面子 才算吧 那就搞定它一棟 紅白就組好了 然後我們就再找東西 對嗎 再找東西 譬如這樣說 我們會找到的 欸 這裡是個白藍 這裡也是個白藍 那如果對過來 就對上去 然後 扭一下下來 就是拿一個不關事的東西 然後就回到中間 還原我們中間的面子 對了 那當然 我們也會說 可以同時做幾粒的方法 那是什麼意思呢 譬如這樣說 有一個這樣的說法 就是 如果這裡叫做 600 這裡也是600 如果我們推過來的話 後面這個 黃橙 看到嗎 黃橙它就順勢被我們推到後面 那如果這個黃橙的下面也是黃橙的話 那是不是很高興呢 那我們會嘗試 就扭過來之前 我們嘗試 把黃橙 即是第二粒的黃橙 就塞在這個位置 那就最高興了 我們先看看 黃橙我們在這個位置 那我們要推它上去 我們下來 這裡迎接它上去 那我們再觀察一次 這裡有白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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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這裡有黃橙 下面這裡有黃橙 那我推過來的話 是不是白橙解決了 黃橙跟手也解決了 那同樣地 後面這一粒呢 就會是紅橙的 那如果下面是紅綠 那就最高興了 那紅綠的話 我們這裡 在上面的紅綠 那我們想可以迎接它 先下來 紅綠就吃了這個位置 那所以呢 我們可以去到開球了 整個一起推 一起推的話 白綠KO了 黃橙KO了 紅綠呢 也是搞定了 那所以我們就三棵東西一起搞定了 那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到 準備去拆散這些 不是拆散 把這些東西放上去 我們說拿些垃圾下來 但是 我們 反正都要換垃圾了 換完垃圾之後 其實我們是為了 去到還原中間這個面 扭回來 那你扭回來的時候 看到原本在這個位置的藍紅呢 就會吃了這個位子 那如果它吃了這個位子 如果在樓下是藍紅呢 那就好了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找另一個藍紅 就塞在下面的位置 那我們嘗試一下 看看能不能找到藍紅的物體 藍紅原來它在這裡 那既然它在這裡的話 我們就請它上去 那這裡我們說 準備綠紅呢 是做好的話 我們放它下去 拿垃圾的 但是拿垃圾的過程當中 我們順便拿了一個藍紅在它的下體 這樣的話 它上面過來的時候 就是對的 但是不要還原住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這一邊還有這個黃橙 還有這個綠白 其實是未換垃圾的 所以同樣地 如果這裡是白橙的時候 這裡是白橙的時候 它回來的時候 下面如果是白橙就開心了 這樣的話 我們會找一個白橙出來 在這裡 白橙這裡的話 那我們不如 離開它吧 這裡拿下來 移過來 上回去 就是把白橙放在這個位置 這樣而已 那接著 上面的粒是什麼 是藍橙來的 藍橙的話 它回來的時候 就會去了這個例子 那如果下面是藍橙呢 那就最好 那藍橙在哪裡 藍橙呢 就在上面 那我們就 這個隊上去 拿一個藍橙下來 就是這個位置 也就是說 我們再看看 也就是說 這個 紅藍的物體 下面這裡也是紅藍 上面 白橙 這裡也是白橙 上面 上面 藍橙 這裡也是藍橙 那所以 如果我們回來的時候 是不是藍橙 白橙 藍紅 都搞定了 既然是這樣 就很開心 不過如果這個情況 大家如果覺得比較複雜的話 那其實不要緊的 我們用回最穩陣的方法 就是逐個逐個去換 比如這樣說 這裡黃紅 不是 黃綠 這裡也是黃綠的 那 對過來 如果你怕中間的面 搞那麼多東西 可能會亂了的時候 然後呢 那不如 做一顆的時候 就放上去 拿垃圾 拿回來 盡快 就快手 還原回中間的面 那就算數了 那我們就做一下 都剩下一點點的物體 我們會剩下 兩組的情況 如果剩下兩組的時候 我們就要看看它的情況 如果這次是這樣的 嗯 又或者這樣 如果遇到這樣 這一種呢 叫做兩邊對死了 有什麼叫做兩邊對死了 這裡 黃藍的 對過來 黃藍是對的 但是慢著 這裡紅黃 對過來 這裡紅黃有對的 這樣我們怎麼搞呢 這裡就是兩邊對死了 兩邊對死了的時候 我們會怎樣做呢 其實呢 其實我們說兩邊對死了呢 其實我們說兩邊對死了呢 是如同我們之前所說的 五階的這種情況 其實我們是遇過的 其實我們是遇過的 這裡如果是 黃橙 那 對過來呢 是遇過的 這一邊呢 就會是 紅黑 二過來 也是對位的 那這裡 我就叫做兩邊對死了 我們呢 就會搞定其中一洞 那我就會把其中一洞呢 就上下反它轉 先 上下 上下反轉它 跟著呢 我們會 即是如果這一個 如果我推過去 將這一洞 反轉了 是不是紅黑在上面 紅黑在上面 拉回來的時候 就是對對了 那所有的地位 你會這樣做的 就是這樣呢 這裡對過去 那這裡 我們說上去 將它調轉 這邊上 另一邊上 將這個 推過去這一邊 然後呢 下回來之前 記住這一隊要還原 因為我們這裡 要適合對型 亂的 要在上面 一條野軍 那這裡下回來的 拉回來 是嗎 這樣的話 我們會完成一條 的 所以這個情況 同樣 在我們四街的情況 一樣是這樣 我們會先把這一洞 就反轉它 先把其中一洞 反轉它 因為呢 這樣做的時候 如果我們這裡 推過去 然後將這一洞 反轉 是不是紅黃 會去到上面 紅黃去到上面 的時候 拉回來 紅黃對紅黃 就對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呢 就推過去 跟著我們呢 要上下調轉 就是這裡 我們右邊上去 跟著左邊上去 把上面 原本這個 移去 由右移去 的話 其實它的方向 就會 然後呢 記住 右邊要下回來 然後這裡 也是下回去 這樣的話 我們紅黃 就去到上面 然後就拉回來 這裡 對了 這裡對 但是 但是我們觀摩一下 這裡來說 跟我們這個情況 就 跟五街的情況 就有一點不同的 因為為什麼呢 五街 我們說 有中間的 中間的十字 所以 你發覺 其實有可能 有可能 在這裡 五街的時候 會有這個 卡拉卡拉 去到三顆 錯了色 這樣 但是 四街 就等於沒有中間的那顆 如果中間那顆 我們看不到的話 其實我們會 看上去 上面那個 黃橙 就是這顆的黃橙 跟下面的黃橙 我們會覺得它是同一組 是不是 但是呢 之後呢 可能 因為我們中間那顆 我們說十字看不到而已 但是實際上 結構上 我們的四街 中間那顆看不到 但是結構上 它也是存在的 所以 會不會出錯呢 我們暫時就不知道 但是就不要緊的 不要管它 不要管它 我們採取 順其自然的一個態度 那我們就不要管它 我們做下去 看看有沒有事發生 這樣 我們就已經是還原了 中間那四塊 和兩個邊的組合 也是搞定了 這樣來講 我們只要是 如果只是動外層的話 其實跟我們三街的樓 一樣 那就扭吧 也是的 那 黃色 黃色做第一面 黃綠 黃綠 在這裡 藍 綠 在對面 然後 因為這個三街的技術 其實已經是 嗯 就是 當大家已經是熟悉的了 是不是 因為如果 沒玩過三街的話 其實就 比較難理解 你最好 先玩三街 那 如果玩過三街的話 其實呢 都會 都會知道怎樣做的了 是不是 那我們這裡 就還原了 第一層先 跟著 我們呢 有一隻角 我們可以崩出來的 跟著我們繼續 在上面找東西 我們會找到 紅藍 紅藍應該是這個位的 那就對它下去 跟著 這個綠橙 綠橙應該是這個位的 是不是 那你調好方向 然後 接人 又對它下去 跟著 這裡 藍橙 藍橙 應該是這個位置 又是上去 接人 下去 最後 我們有一棟 就是 有一隻角 還有這個邊 是可以 不用理會 因為我們說 有一棟 是可以 跟上面 做交換 才可以換到東西 那我們就看東西了 我們上面 就還原不完 那些白色的 十字 我們說 所以呢 十字 我們就會 這樣去做 那做到 差不多 就 這些細節 我們不說 了 如果不明白的話 就看回 三階的那些片段 那但是 但是呢 我們來到這一步 當我們 下面那一層 還原了 中間那層的邊 還原了 上面那層的邊 也都還原了 當所有邊 都還原了的時候 我們說 其實在三階的情況下 我們不可能出現 一個邊 是錯了 但是 現在就是出現這種情況 上面 四個都是 完成了 但是下面側邊 這個呢 其實它是錯了 對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呢 我們說 當這兩粒是一粒 但是實際上 它是兩粒 就是實際上 這兩粒是可以錯 就是兩粒錯 就不是一粒錯 實際上 是不是 因為我們說 沒有可能只有一粒錯 因為它是交換的 柳橘色的東西 是不是 那 那 為什麼發生這個情況呢 其實就是 等同於我們剛才說 做五階的時候 因為我們 中間這一粒 我們有樣子看的 我們這樣是不會收貨的 但是問題是 現在的時候 這樣看 我們早邊的時候 我們都分不到 它到底是 有沒有出現這種情況 就是這個卡拉卡拉 隔錯了的情況 也就是說什麼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 當它是有中間那粒的話 其實它這邊 中間那粒 這邊會是紅色 這邊會是綠色 所以 其實就是出現這種情況 就是出現這種情況 對了 那這個情況怎麼處理呢 我們之前講過了 講五階的時候 都講過了 這裡就 輕輕再重溫一下 那 詳細就大家看回 五階那段影片 這裡就是 把它拆出來的話 剩下兩粒錯位 就是兩粒錯色 還有一粒在外面 我們這一個是會弄的 但是中間呢 就亂了 我們說 逐一移位的方法 去處理它 那就是拿下來 然後這裡 黃色移過來 然後藍色移過來 再移一個位 黑色移過來 然後綠色移過來 最後黃色 回到我們左邊這裡 所以這個動作 就會把我們這個 黃橙 本來在這個位置 卡死了 我們就堆了它出來 這裡就一粒 這裡兩粒 這樣做 我們就會懂得做 那 同樣地 其實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剛才那個動作 是會拆散了 旁邊那三個邊的 但是不要緊 我們就再組一個 我們把這個 我們把這個 就堆上上層 這裡堆過去 這裡適合了 上去拿回垃圾 下來 然後這裡 就拿回來 這裡說得快一點 現在是因為之前 五階的那段影片 是說過的 我們就無謂重複 那麼多 最後會剩下這兩組 這個做法 我們會說 是把這個 堆過去 這裡 兩粒 翻了色 一粒 就在對面 這個堆過去 黃橙搞定了 然後我們說 把這一棟 就反轉它 反轉它的時候 然後這個黃紅 就在這個位置 你拉回來的時候 黃紅就適合了 另一邊也會適合 那就是我們的做法 所以我們重施故忌 把五階的技術 帶到四階的畫面 那裡 我們怎樣做 同樣地 都是用同一個做法 即是說 把這一粒 拆掉出來 但是中間那些 中間那些 面 就錯過了 但是不要緊 我們說 逐一移位 將這個 移過來 紅色 再下一個位 迎接藍色 再下一個位 接橙色 再下一個位 綠色 再下一個位 綠色 最後 這個紅色 帶回來左邊 這個位置 我們說 逐一移位 所以 當然 有些東西是會散 都是那句 先砌 砌 砌 有些東西 把其中一棟 垃圾 堆上層 不要妨礙 這裡 堆過去 這個 堆上去 扭回垃圾 拉回來 是不是 最後 就會出現 這樣的情況 這一種 就是 兩邊堆死了 這裡堆過來 這裡 紅藍 是不對的 這裡 紅綠 對我們也是對的 對不對 我們的做法就是 把這一棟 反轉 當然 你也有可能 一開波 就看到這種情況 這種情況 就是 兩組 同色的 兩個兄弟 在對面 都是那句 用回 這裡 推過去 如果 帶回 紅綠 上來 這個位置 然後 拉回來 紅綠 就對了 所以 也是這樣 推過來 上下 反轉 然後 拉回來 這樣 就會還原 這樣做了之後 就會消滅 剛剛那個奇怪的情況 再繼續做下去 就不會出現 剛剛那個特別的情況 所以 都是用回 我們 三階的方法去做 那 就 嗯 這個 橙色對橙色 橙色 橙色角 這個 這個 先拆出來 這個 這裡 這裡 就快一點 一點 那 又是啦 下面 我們繼續做 第二層 第二層 這個 紅藍的邊 然後 這個 紅綠的邊 然後 我們繼續做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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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用回 三階的做法去還原 繼續都是這樣 那我們 去到最後 還原頂層的邊 的時候 就不會再出現 有一個 不會再出現 有一塊 是 它反了色的情況 那我們 就繼續做 繼續做 補回 那這裡 嗯 這個 紅藍的角 這個 搞定做 跟著 就是 橙綠 跟著 這一個 就是 橙藍 橙藍 應該是這裡 還是那句 這裡 三階的玩法 我們就 不會詳細去到說 那這裡 就剩下最後一隻角 我們說 最後剩下一個的時候 就還原 上面先 跟著 最後 就會這兩個 這兩個 它是位置正確 但是它的方向 自己就轉了位 那我們就 做回 這一個 就是把兩顆 放在底層 借助上面 去到換角的做法 然後 最後 我們說 撿手尾 這樣 慢著 你不要以為 那麼高興 搞定了 因為為什麼呢 有可能 你會出現一個 特殊的情況 那我先把他挫出來 那 就是這樣的 大家有可能 在這裡還原 那些角的時候 有可能會出現 這樣的情況 就是 上下這兩顆 就是 是錯了 就是什麼意思 上面 是不是黃色 黃色 黃色 但是這顆 但是白色 白色 就是錯了 下面這個應該是白色 但是這裡黃色 這兩個錯了 就是好像我們做二階的時候 我們二階的時候 都會出現這種情況 是不是 那我們就用回 二階的方法去做 就是逐一趟位 是不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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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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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詳細解釋 大家 如果不了解的話 看回二階的影片 就有詳細一點講解 就是逐一趟位 移過來 再移一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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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呢 這兩個呢 位置就正確了 但是方向不適合 我們就翻翻 熄它 但是呢 因為 我們發覺 出了事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做 採取的方法 就是 因為 二階的時候 是沒有中間這些 中間這些邊 是不存在的 是不是 所以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但是 去到四階的時候 就有可能出現這個情況 好嗎 就是 因為我們採取的方法 是 逐一趟位 那所以呢 那些角 趟正確 但是那些邊 就死鬼了 是不是 但是如果我們把那些邊 扭一扭回來 那些邊 對好 那些邊對好的時候 那些角就糟糕了 那就出事了 那怎麼辦呢 不重要的 我們採取的做法就是 先對好那些角 先對好那些角 我們呢 就用 換邊的方法去做 那就可以了 其實換邊的方法 我們 之前都拍過一段片 去到說 怎樣換邊的 那個原理片的 說法 那這段片就簡單 去到說 怎樣做 那其實那個理念很簡單 只要觀察一下 那觀察一下 這裡 因為我們希望將 這個 因為這個錯的 如果我們能夠 和上面 這兩粒 上面這組 交換位置 我們可以再移位 去將它 再 不斷的 交換位置 去到做 那是什麼意思呢 觀察一下 這一組 和這一組 那 下面這一粒 如果我們這樣 放它上上層 上面原本的粒 就被我們放了後面 對不對 那我們希望 因為我們希望兩個 交換位置 所以上面呢 就扭它180度 跟著 原本上面那個 去到這個位置 原本下面 那個粒 就去了後面 那我們對回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覺 原本在下面的 就會飛到上面 原本在上面 的話 就打了下來 這樣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 我們的願望 就是上下兩個位置 去到交換 但是 我們上面會亂了 暫時 不要緊 上面亂了 但是我們再做多一次的時候 我們會找回正確的位置 就是說這個 因為我們的白綠 就帶了上來 剛剛這個位置 帶了上來 那我們就找回綠色 綠色在旁邊 這裡 我們角是搞定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再做回上下 換位置的方法 就是說 放上去 放上去 上面 轉回180度 下來 那這邊就搞定了 上面呢 其他東西也是會還原的 只不過是這裡暫時是亂 不要緊 我們繼續做吧 這裡紅白 我們再扭它過來 就是紅色角 紅色邊 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中間這裡 放上去 上面 反它兩下 即是反180度 然後再放上去 然後再放上去 然後再移它 再移它 我們會發覺這裡 藍色邊 藍色角 就對了 我們就中間 再做多一次 慢動作 中間就放上去 然後 然後我們的頂 就會旋轉180度 然後 這裡就放上去 對嗎 然後放上去 這裡 這裡 中間就搞定了 欸 好像很完美 是不是 不是 先看清楚 這裡是錯鬼了 這裡是錯鬼了 欸 最後呢 其實會出現這種奇怪的情況 那我們又如何去處理呢 這裡我們發覺 其實它如果是 這個邊去看 如果我們旋轉180度的話 黃色對白色 白色對白色 就很正確 但是慢著 旁邊這兩條東西 就錯鬼了 那怎麼搞呢 不要緊的 我們回來 先回來 我們只要知道 其實它是旋轉180度 就正確了 知道這個事實之後 其實我們解決的理念 就很簡單 我們將其中一洞 先把它放上去 片位 對嗎 即是這樣 原本在這兩個 再做一次 阻 上 屁 了嗎 上屁 把這面上屁 就可以了吧 180度 這個位置 應該是他下來的位置 因為我們說他剛才是坐180度 下回來 你會見到 白色白橙是對的 背面 黃橙的位置也是對的 還有 180度 這個動作 也都把我們另一棟 還沒搞定的那棟 下面 我們再轉180度 這裡 我們再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黃橙是做的 背面白橙也是做的 但等一下 你這樣收貨嗎 中間這裡就暖了 那怎麼辦 我們怎樣去解決呢 很簡單 這裡回來之前 我們先觀察一下 因為我們下來的動作 會是這樣轉 這樣轉 我們會發覺這裡 現在是全部黃色的 我們背面全部白色 所以我們會 希望令到 前面那輪 跟後面那輪 是一樣的 如果它是一樣的 我們 對回來的時候 它就不會搞亂了中間的 情況 那怎樣做呢 做法很簡單 我們只要對上面這一層 又或者 你不喜歡的話 對下面也可以 這裡也可以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剛才我們下來的動作 是這樣扭的 所以我們發覺 現在觀察一下 上面是 上黃下白 上面黃色 下面白色 因為我們這樣扭 所以我們整個扭的色 不如這樣反轉 反轉看看 上面黃色 下面白色 再扭回來 上面黃色 下面白色 是不是兩邊的款式一樣 如果兩邊的款式一樣 那我這一棟 反下來的話 是不是 中間的款式 都是一樣的 沒有變過的 那就不會散 是嗎 最後呢 再移回中間這一行過來 那就KO了 是不是 那不如再做多一次 再做多一次 嗯 我們換一換款式 換一換這隻色 在這裡 那我們再做多一次 我們說最後 還完完的時候 會剩下有可能 在這裡 兩個邊 它在這裡 叫做 如果旋轉180度 才是正確的 是嗎 但是這裡 怎樣去到還原呢 我們就會說 這裡 我們其中一棟 就對它上頂 跟著呢 下面 反轉 反轉 是嗎 反轉180度 下面這一棟 就是它正確的那個 的家 會落下去 那我們已經完成了一條 我們還有另一條 在上面的嘛 那我們扭過來 是不是 然後呢 我們說呢 要扭中間的其中一棟 但是如果我們 我們思考一下 如果我們旋轉這一棟的話 大家有沒有發覺 我們剛才 這個 回到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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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上一個動作是什麼 上一個動作 是轉下面 所以其實 我們可以一鍋過 兩層一起轉 是不是 兩層一起轉 那就限制動作 限制動作 快一點 那我們上面 就放它下來 放它下來 然後這一層 還原 就搞定了 做了 再來再來 慢動作 做多一次 我們說 這裡 遇到這個情況 最後 兩邊 是 對色的 就是這個 白黃 應該是 對面的顏色 來的 那我們這裡 就是 這裡 先把其中一棟 放它上去 對了 然後 另一棟 還在這裡 我們扭過來 我們 把這棟 放回的時候 順勢 就 下面搞定了 上面 剩下這棟 錯的在頂上 然後我們說 扭過來 下面 可以兩層一起扭 是不是 下面 就會對對 這個 空隙 在這個位置 而中間 也是被我們反了 我們說 要 上、白、下、黃 如果我們這樣 反過來看 也是 上、白、下、黃 總之兩邊的款式 一樣的時候 我們 上面 放下來 就對了 對了 就回到中間 這一行 搞定了 但是 當中 我們有一個 小小的 有一點要小心 就是 我們說 再做過 我們這裡放上去 這裡回來 不是這裡要扭轉 是 下回去 下回去 然後我們 就 兩行這樣扭 是不是 我們要發覺 現在是 我們說 上、六、下、藍 然後我們 就這樣 反轉去看 就是上、六、下、藍 但是 你不要 打側 這樣去反轉 這樣就變成 上、藍、下、六 是不是 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 這一動 下回來的動作 是這樣的 方向 所以我們 要看 因為這一動 這樣轉 等於 整個 要這樣 去看 或者這樣 才 可以 看到 它的面 是否正確 就是 上、六、下、藍 如果我們 這樣反轉 也是上、下、藍 那就為之正確 我們也可以觀察 我們可以逐步逐步去觀察 這一動 下回來的時候 如果它都是上、六、下、藍 那就正確 最後中間還原 其實 整個流程都講完 順便在這裡做一個 預告 我們即將會拍 十二面體的 這款 本流的顏色 這個 其實呢 我們 因為 其實呢 它不是太複雜 看上去好像很難搞 但是 其實呢 我們 它跟 三階 其實差不多 只不過是 它的面數比較多 所以 要 花點耐心 花點時間 就是 整個還原過程當中 那個時間會比較長 但是 方法上 並不難 基本上 你懂得解 這個三階 你再 稍微 靈活 運用一下 那些技術的話 其實呢 你都會懂得去還原 正十二面體 這一款 不過我們 循例 都會去拍一條影片 教大家怎樣流 我們就 下次再繼續 下次再玩它 好了 今次我們KO了這個世界 大家呢 就可以去到參考一下 今次來到這裡 拜拜